大家好,上一次我們講過關於膝蓋的結構 以及講過每一個不同的部分的功能 很多聽眾朋友都覺得 原來這樣了解解剖後 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 今天我想直到這個平台跟大家講關於頸椎的問題 先看看我們這個膚露骨頭模型 這個膚露骨頭模型 如果真人來說大約是五呎七八吋高 我們分開頸椎、胸椎和腰椎 簡單來說我們整個脊骨可以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頸椎 中間就是肋骨這個位置我們叫胸椎 下面我們的大陣就是腰椎 當然在我們盆骨這個位置也有我們的低骨和尾椎 今天我集中火力想講關於頸椎的問題 你看到我手上這個就是頸椎的模型 當我這樣放的時候 你看到有一片骨頭 其實這個就等於我們的後尾枕 後尾枕就是當你手放在後面、頭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頸椎我們一共有七折 在節目裡面我經常都跟大家講 其實這些頸椎就像麻雀一樣 用來打麻雀的麻雀一折一折 一個踏一個 你會發覺如果我反轉 這是前面 你就看到這個一個踏一個 一個踏一個 這個我們叫做頸椎 而你一看到我圈著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椎體 即是椎骨裡面 好像一個比較闊一點的位置 這個我們叫做椎體 在椎體和椎體 即是兩塊骨之間 你會看到有少許透明的東西 這個我們叫做椎間盤 這個部分大家都不陌生 不過記住 原來椎間盤不只是在我們腰椎有 一整個隻骨都有 這個椎間盤的功能就是緩衝、減震 令到我們的頸椎和腰椎有一個弧度 把我的頸椎打橫打濕地看 你會看到有兩種顏色 一個是黃色 一個是橙橙紅紅 頸椎是一個很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原來每一個頸椎 側邊凸出來的位置 都有一個小小孔 而這個孔當你一塊踏一塊 一塊踏一塊的時候 就會成為一條這樣的通道 這個通道就是正正被我這條紅色的東西 穿進去的 即是說每一塊骨有一個小孔 每一塊骨有一個小孔 整條小孔搭在一起 就變成一條通道 好像隧道一樣 隧道裡面就藏著這條血管 這條血管我們叫做頸的動脈 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頸的動脈 就將血液、營養和氧氣 輸送到我們的頭 即是說我們的大腦位置 如果這個動脈出現問題 比如說壓倒 甚至乎受傷的話 有可能導致中風 甚至乎死亡 這個就是頸椎特色的地方 空椎和腰椎都沒有 沒有這條這樣的血管 而黃色這些 一條一條走出來的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神經線 我們經常說 頸椎有勞損 頸椎有生骨刺 增生 壓倒神經線 壓倒血管 就是這些位置 你想像一下 這個位置其實很小 如果裏面有些骨刺 凸出來 或者增生厚了的話 這條神經線 很容易這樣 甚至夾到 當神經線夾到 壓倒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肩膊 甚至乎手臂 手指這些地方 有麻木 針刺 痛的感覺 一般在我們臨床測試上 如果發現有這樣的神經線受壓 有時候我們會用一個技巧 比如手發治療 弄鬆這些頸骨 讓它不要壓倒神經線 或者有一種我們叫牽引 俗稱叫拉頸 將人躺在這裏 接著一部機器就拉長 好像拉長的頸 目求令到每一節的骨頭 中間有一個虛位 就不要壓到這些神經線 為何我今天講那麼多 這些神經線和血管的關係 因為在頸椎 很多時候我們出現問題 都是壓到神經線 或者壓到血管 當你發覺 我們手麻痺 或者你覺得經常頭痛 頭脹的話 你要小心 可能神經線和血管都壓到 但記住 剛才我所講的手法治療 你一定要通過一些合資格 專業的人士去幫你做的手法 不要隨便去按摩 被人擰頸 因為有一定的風險 希望今天所講的內容幫得到你